教育行业将迎来一波大洗牌 这一次的整改是从我们国家的最高层下发的指令 那么它这一次的大整改也将影响我们成千上万个家庭 大家好 我是老丁 教育行业在接下来的下半年的时间里面将会迎来最大的财源潮 这个行业也将进入衰退期 今天咱们就说说说这个行业它发生了什么 这个行业它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 那么接下来会对我们在这个行业里面从事的一些老师 还有一些其他的教育人员 包括我们投资者 还有我们的家庭孩子会造成哪些影响呢 首先我们来说一说教育行业 它为什么今天会这么兴盛 其实教育行业它兴盛点是在2017年的时候 在2017年大概下半年的时候 我们国家也好 还是全球经济也好 它进入了一波经济的衰退期 尤其是2018年时候极为严重 但是在经济衰退期的时候 我们看到包括零售广告 以及其他很多行业都受到特别大的打击 但是在线教育行业 它很稳定 包括医疗也很稳定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 国内也好 国外也好 很多资本开始追逐在线教育 包括说一些医疗这样的产业 因为他们发现 不管你的经济是怎么波动 这些行业 它都是保持一个稳定增长 因为它是民生的基础 也就是因为这样的方式 所以我们在最近的两年 看到很多在线教育这些企业 他们的成长和发展 包括跟谁学 包括VIPKID 然后还有新东方 雪儿思 这些的股价涨得也都是特别的快 但是到了最近的时候 这个行业开始掉头向下 我们看一下最近发生了什么事 首先我们看一个节点 是3月1号 大力教育 宣布在未来的4个月内 招聘1万人 这个大力教育 其实就是字节系旗下的 那个时候 新东方的股价 还是18美金 好未来的股价 在80美金 也就意味着说 3月份的时候 整个行业 其实还处在这样的上升期 但是到了4月27号的时候 我们再看 雪儿思网校 原辅导 高途课堂等在线教育机构 全面下架 针对学前而同的课程 其实这个时候 整个行业就开始已经整改了 因为国家已经开始发现了一些不好的现象 然后没过几天 5月5号 重庆通报 雪儿思 新东方等教育机构 违规 存在课程设置 教师资质 招生收费 广告宣传等问题 又过了5天 关于校内外机构培训的乱象 市场监管部门 开始对再生教育的龙头 包括作业帮 原辅导 出于250万的罚款 然后我们就看到 作业帮暂停IPO的传闻 这家公司所说 他们没有上市计划 但是我们看他的行为 2020年12月份的时候 作业帮宣布完成 一家轮16亿美金的融资 他为什么在去年年底的时候 融资这么多 然后为什么有那么多机构 来投他的企业 其实就是因为 大家知道 他要筹备上市了 现在国内的很多基金也好 投资人也好 大家都不爱投早期 大家从2018年 那个时间点开始 大家就更将倾向于投 PE轮次 投你上市之前的轮次 我投完你 然后你就上市 虽然说我不至于翻个 几十倍几百倍 但是我翻一倍总可以吧 或者说两倍总可以吧 所以说他在作业帮 2020年12月份的时候 他宣布说完成了16亿美金的融资 那个时候就是很多主流的基金 投资人就来投他 突然他打算着 今年就开始筹备上市 然后再接下来 我们看高途课堂 一季度的财报 它的净利润 从去年的盈利 1.48亿 到了今年 它已经变成亏损14亿 从这些现象里面 我们能可以看出 这个行业 其实已经形成了一定趋势了 不管这些企业承不承认 但是这样的形式形成了 那也就意味着 不管接下来会怎么着 他们为了要保住他们的利润也好 保住他们的现金流也好 他们都要进行裁员 包括在这一块的企业 高途教育 大力教育 还有我们网易有道 VIPKID等所有的这些企业 他们都要迎来一波大整改 然后我们也就看到 新东方的股价 从高点20块 跌到了现在的10块钱 然后好未来的股价 从高点的90块 跌到了现在的39块 跌了54% 高途教育 也就是跟谁学 他的股价从最高点149跌到了现在的19块 跌了81% 以上的这些是我找的几个有代表性的信息 他也大体的可以表明现在行业的现状 那么造成这样的原因是什么呢 最主要的就是因为孩子们现在过度教育 不管他是在学前 还是他在学习期间 孩子们现在是在课堂上也要学 在课堂之外他还要学 因为如果你落下了 那么其他的孩子跑得更快 结果你在将来会落下 这样是从孩子三岁的时候 他就开始要去努力 一直到他从大学迈入社会 他还要去努力 整个这样的过度教育 在孩子的这个层面 就造成了内卷现象 所以不光是大人有内卷 在孩子的层面有内卷 这是国家严厉打击的 因为如果他一味的追求分数的话 那么这些所谓的国家的栋梁 他们会成为什么样的栋梁呢 他们只是一个考试的机器而已 所以内卷现象的本质是什么 其实就是我国现在的主要矛盾 我们主要矛盾是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 这话什么意思 其实就是有限的资源 并没有很好的分配给我们现有的人群 而是说一小部分人占用了很好的资源 大多数人并没有得到合适的资源 就是内卷的现象 也就是我国现在的主要矛盾 所以这样的现象在孩子这个阶段 产生是一个特别难受的事情 你知道现在养一个孩子有多难吗 如果是在北京这样的城市 它不仅会消耗你的日常时间 而且还是让你家里的开销大增 还会减少你的收入 在北京一个孩子他想要上一个幼儿园 这个幼儿园民办幼儿园很普通 面积也没有多大 教育也没有多好 但是他一年的学费就六万块 这还没有算上你孩子日常的吃饭 穿衣 包括他占用其他的时间 你的收入会减少 那这样的话 等于你养一个孩子 从他刚出生的那一刻 从他刚能走路三岁的时候起 他就要上这个幼儿园 之后的路还更长 所以说养孩子的成本现在太高了 这也造成我们国家的生育率低 我们人口问题都是连在一起的 那么现在的这些教育公司 为什么整给他们呢 其实造成这样的现象 这些公司它有非常大责任 我们从几个方面来说 首先第一个 教育公司其实追求的是商业化的利益 那么不管他们是有益的还是无益的 他们都会加强这样的 在孩子层面的内卷现象 因为商业目的的本质 他是赚钱嘛 所以说这个时候 他就会追求高效率 追求高课单价 那么他就只做高价位的这样的教育 不然的话他就不赚钱 但是国家的教育可不是为了赚钱 所以他跟国家在很多行为方面 就形成了背离 由于他们追求高效率 追求高课单价 就导致现在的整个社会上 富人就拥有了更多更好的教育资源 那些老师呢 也被更好的学校挖去了 这些学校由于服务好这些富人 他收到了更多的钱 那么这样的壁环就形成了 所以富人们或者说有权有势的人们 他就会拿到更好的教育资源 这些更好的教育资源 也促成他们付为更好的高课单价 他们付这更多的钱 这个学校赚到更多利润 又招惑到更好的老师 这个壁环就会导致更多的人 他们拿不到那样好的资源 这些更多的人他也就更累 所以他会加大贫富差距 他会让整个社会的资源调配 变得更加不平衡 这样又会产生什么呢 如果一个老师他看到说 我去一家教育公司上班 我一个月可以拿两万 但是我要是在体制内的学校上班 我一个月就拿三千 这个时候很多年轻的教师 他就会如果他责任感再弱一点 那乱想就出来了 谁还愿意真正做那个育人子弟的好老师呢 不过是一个追逐利益 想要一味的赚钱 这样利益熏心的老师 这样的老师再教出来的孩子 你觉得他能给孩子带来什么样的价值观呢 还有一点 教育公司如果是追求商业利益 他也会在各个方面去提升公司的效益 这个时候我们就会看到一些教育软件 他就会在他的软件上设置各种游戏 视频 包括虚拟礼物等各种 可以让孩子们付费的东西 但是你这个软件的初衷是什么 对于孩子和家长来说 你这个软件是帮他们提升效率 并且能够让孩子们在上面学习的地方 现在你把他上面设置了这种东西 孩子们就会在上面打游戏 在上面看视频 在上面刷礼物 然后公司还会称呼为教育游戏化 这不就乱了吗 所以孩子们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的成长怎么可能会好呢 所以国家部门要介入 他要去整改这样的乱象 这个形式其实很早形成了 包括在2019年的时候 这个行业就经历过一轮这样的大神怪 你教育公司就应该做好你的教育 你不要去在上面设置游戏啊 设置这些虚拟礼物 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然后我们再说第三点 就是现在的教育企业 其实他并没有兼顾起教育责任这一点 可能在他们一开始去成立这样的公司的时候 他是有这样的责任心的 他也打算去为这个社会 为这个孩子 为每一个家庭的教育去承担一份责任 但是由于这样的体制 他是公司 你要盈利 如果不盈利 你公司就运营不下去 你公司运营不下去 你这个人工要成本 你的房租要成本 你的水电都要成本 这个时候你怎么办 所以那些跟你的责任 在某些层面 它就是背离的 所以我们去看这些企业的组织架构 就能发现 不管是跟谁学VIPKey的 还是其他的教育机构 你会发现他什么部门人最多 一定是销售部门 那么销售部门是干什么呢 销售部门它只卖课呀 就只负责把这个东西卖给你 你购买了之后 你后续的东西怎么样 那就不是我销售部门的事了 当一个企业的销售部门人 最多的时候 就意味着他企业在这个阶段 他追逐的就是营收 这个时候 你还说你很重视教育质量 你不扯淡吗 因为你的行为 已经很明确的表达出了这样的现象 你重视的是你现在营收 所以一个健康的教育机构 应该是什么样的 他应该是重视的是老师 老师优质 然后老师们竞争的是什么呢 谁的教育水平高 谁的价值观正 谁的知识面广 谁能把学生们更好的教育出来 他良好的品德 再加上成绩 那这个时候才会出来 新的教育的好的壁环 也就是好老师教育出来好学生 好学生获得了好结果 其他更多的家庭也好 他会追逐这个好老师 更多的老师看到 如果你成为一个好老师 可以获得更多的好处 以及说更多的大家的响应 这个时候他会拼命的 想要去成为一个好老师 这样的好的优质壁环 就形成了 但是现有的教育公司 并没有完成这样的责任 所以这样的现象发生了之后 行业大整改开始了之后 它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前两天有一个国家的大会 有这么一句话出来了 就是学生不应该为成绩论 这话蕴含了什么含义 而且这话是谁说的 是我们国家的最高领导人说的 你去看这句话的本质 一 为什么现在是成绩论 第二 它现在的评价体系 它的录取体系 其实就是为成绩为标准的 造成了这样的为成绩论的现象 那么当这句话从最高层发出来之后 它意味着接下来什么 首先第一个 它的评价体系 现有的录取体系 会在今后的一年或者几年的时间里面发生变化 因为现有的是以成绩为标准的 所以你看现在的制度体系 如果没有跟着变化的话 那么也就意味着很难发生 我们接下来想要的效果 就表明着从现在开始 到接下来今后的几年的时间当中 我们国家的教育体系制度都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像是这种教育制度体系的变化 它一般要持续个三年 五年甚至是十年的变动 但是我们能看到趋势是 因为现有这样的制度 造成了我们现有的一些乱象 我们现在不管是孩子从小学上高中 还是从高中上大学 每一层级都是以你的成绩 作为唯一的标准去走的 你成绩好 你就可以上了更好的学校 你就会获得更好的教育资源 但如果你的成绩不好 你即使你的品德好 你其他有很多非常擅长的技能 有其他非常擅长的素养 但是对于现有的制度 其实非常的弱化 所以国家高层的这一句话 就会改变接下来这样的国家制度 当这样的国家制度和评价体系 发生了变化之后 那么对于学校 对于老师 孩子 我们的家长 包括我们现有的一些教育公司 其实他们也都会跟着变 因为我们所有相关人员 都是在这个框架下去进行游戏的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再谈一下 当这样的制度体系 如果形成这样的趋势之后 我们应该如何去变动 首先我们谈对公司的变化 现有的最赚钱的一些公司是谁 比如新东方 学而司 这些公司 他们赚的 其实就是我提升你的教育分数 因为我们这样的教育制度 我们这样的评价体系 要的是分数 所以能够完成这样分数的公司 他就是最赚钱的 所以新东方和学而司 这样的企业 他出来了 但是如果这样的制度 发生了变化之后 也就是现在的行业大整改 开始出现了之后 在接下来我们看到 教育公司很多都在暴跌 但是我也相信 当这样的评价体系 变成了不只是成绩 包括其他的素养 你孩子的价值观 你是否对这个社会 有做过一些其他的贡献 其他的方面的技能 这些成为一个新的标准之后 这个公司赚钱的新的增长点 会发生变化 哪些公司能够给孩子 培养更好的其他方面的技能 能够给孩子带来更好的品德素质 能够给孩子带来正确的价值观 那么这些公司 他会成为家长更正式的公司 也会成为我们学校 更想要的这样的学生 那么这些公司 他就会在这波下跌里面 再次的重新增长起来 所以如果你是投资者 你去关注一下各家企业 他接下来会有哪些的变动 他的业务有什么样的变动 他招了什么样的人 基本上就能找到这样的趋势 接下来我们说对孩子的影响 大家千万不要觉得 你成绩第一 你就是最牛的 包括为什么我们学校是象牙塔呢 因为你在学校里的时候 你的唯一的评价体系 就是你的分数 但是你到了社会上之后 你才会发现 你真正的评价体系 可不只是分数 所以我们说成绩带给你是什么 你分数高是不是就没用呢 你分数高一定是好的 因为你成绩好 首先他表达的不只是成绩好 而是你有更多更好的习惯和素养 可能你的思路更清晰 可能你的日常习惯更优秀 你学习东西更快 他表现的是这些 所以我们去看那些成绩好的人 为什么他们做其他事也很好 那些优秀的人 他不只是在一方面优秀 他在其他方面也很优秀 他的本质 是因为他的素养和习惯很好 所以在成绩之外 如果我们作为家长也好 还是只是一个孩子也好 你要更多的去锻炼你自己 除了学校分数之外 其他的阅历 去锻炼你更多的技能 让自己拥有更多的精力 这个时候你的情商智商 都会变得很高的时候 你将来到了社会上 你会完美的切换 你会发现你成长会更快 你会跟你的过去的同学之间 拉开更大的差距 所以这个时候 当整体的趋势形成之后 对于我们老师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老师要回归职业的本分 就是教不言师之舵 这是我们古时候的论语 老师其实是个神圣的职业 我曾经在我价值观形成的时期 我就遇到了一位很好的老师 他当时不仅教我做学校的成绩 他教我怎样去做人 他教我如何去客观地看待每一件事情 他教我怎样去乐观地看待我 接下来会面临的一切困境也好 还是说不好的挫折也好 这个老师在我今后所有的日子里面 对我产生影响都特别大 但是可能他并不知道这些 但是我们作为一个经历过来的人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好老师 他绝对不只是能够给学生带来好的成绩 所以说老师你应该先打心底里面 有一份真正育人子弟的责任 而不只是去追逐一些福利待遇 所以如果我们国家收来税之后 把这些放到我们的民生教育医疗 这些基础设施里面 其实都是很理所当然的 这个时候学校的考评 它也会发生一些变化 学校在今天的考评 还是你老师能够带出来 哪些考高分的学生 这个时候你老师的职称会更好 这会得到学校更大的扶持 你得到整个教育体系里面 更多的资源 但是在今后趋势发生变化之后 学校的考评 在一开始的时候 可能会让你升职也好 加薪也好 还是你得到更好的职称 真正对老师的作用更大的 其实是你的学生 你的学生在将来成才了之后 其实他会打心底的 一辈子去感谢你 这个时候 这些孩子才是老师 这一辈子留下最大的资产 而不是那些职称 不是在这个学校里面的 所谓的地位 所以说孩子是一个家庭的根本 教育是这个国家的根本 孩子们能够健康的成长 这个国家就意味着它有未来 所以我们国家为什么要进行这次教育行业的大整改 就是因为这些教育公司加剧了我们现有社会的教育的内卷化 它让我们的孩子变得更累 让我们孩子单纯去追逐分数 那么国家 我又不想要这样的人才 他只会去考试 那他对我将来的国家又有什么作用呢 所以从上到下 整个这样的教育行业 整个这样的教育体系 它从今年开始 将会在接下来的五年内发生这样的趋势变化 也就是从一个单独的追逐分数 企业单纯的追求利润 到接下来的开始追求质量 追求孩子的健康发展 让孩子拥有更好的身心 有更好的兴趣 这样的话我们整个社会会更好的发展 我们孩子也会有更好的未来 如果我们五年之后再回头看 会发现这次整改具有非常大的意义 那么这就是我针对这件事全盘的看法 如果你是投资者呢 从现在开始要去好好的研究这些公司 他们的业务都是什么 他接下来又布局了哪一些 如果你能提前的发现 在接下来的日子当中 你一定会更大的受益 因为我相信在这次大整改里面 一定有一些好公司 他是会被错杀 或者他会完美的调整过来 然后形成新的增长点的 那么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 我是老丁 朋友们下期见